究竟是不吉光和黃雨神 對於這個問題 我都拎頭了 這一個 也正是我困惑的地方 我又是看了一下陸像的回方 然後就揪了尾頭 陸優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黑影 好像不吉光 陸優也看了一下就說 是有點像 不過不可能 那時候他應該是被人綁在房間裡的 是啊 那時候他被人綁住的 除非他有分身 我閉上眼睛 想了一下 但是還是想不通 鄧坤沖了杯茶給我 就說 如果真的不吉光的話 那他應該還有幫手 就是那個把他綁起來的人 如果 從看到黑影到陸優他們跟上五樓 最後到你安排洛江去看一下 吳吉光的房間 這中間 至少有七八分鐘的時間差 如果那個黑影是吳吉光的話 他上了五樓並沒有停留 而是直接走到三樓 中間這段時間 就算是足夠他們 弄好被人綁住那個藝妝 鄧坤說得很有道理 我都忍不住拍了一下額頭 對啊 我怎麼沒想到 走吧 去吳吉光的房間看看 吳吉光看到我們又打轉頭 就問 手掌 是不是找到乳神啊 我拎一拎頭 然後撿起他的手看了一下 他手上還有那些綑綁的痕跡 那我就說 吳幹事 你說你是停電那時候被人打暈了 那也就是說 應該是那時候 你被人綁起來了 是不是 吳吉光的頭 很茫然地問 是啊 對啊 做什麼啊 按你來說 兩個多小時被人綁住 被人綁住的地方 應該瘀了才對的 看來呢 是綁得不夠實 我一邊說 一邊留心觀察著 他的面部表情 只見他眼角微微戳了一下 就笑著說 或者 我太過緊張了 都沒有留意到 我拎一拎頭 然後走到門口 又說 吳幹事 那我們就不打擾了 你早點休息吧 在離開吳吉光的房間之後 我們並沒有回四樓 我走到吳吉光旁邊的房間的門口 小小聲跟陸丘說 你注意一下吳吉光的動靜 只要他一開門出來 就抓住他 綠幽暗暗鬼 我和鄧坤就打開了隔離房的門 進去之後 我就不急著開燈 而是輕輕地關門 接著 就聽見一把女人聲 吉光 是不是你呀 我們都沒說話,那個女人又開口話了 你還在那裡暴露些什麼?快點把我綁起來吧 在測試時間,不要讓他們起疑心 我打開燈,含出窗,走進去 果然,那張床上坐著的人,只是黃雨嬸 當她見到我和鄧坤的時候,當場面色都變了 我就笑著說,黃小姐,怎麼樣? 看到我們是不是很失望? 她站起來就說 沒想到,竟然讓你們發現了 走吧,面對我們的窗口 她並沒有做什麼無謂的反抗 在出了房門之後,我和陸優說 把吳吉光都帶上來了 我們將他們分別帶進了兩間房間 由陸優負責對吳吉光的審訊 而我和鄧坤就負責審問黃雨嬸 我把玩住手裡的茶杯,看著黃雨嬸就說 你說一下吧,究竟是什麼回事? 我想知道,你是怎麼發現我躲在旁邊的? 其實都是個偶然,老實說 如果你們不是弄巧成竄的話 我們本來是不會對你們起疑心的 但是偏偏你們又花心思 去佈了這個吳吉光被人綁了 而你又失了中的局 你們以為將事情較複雜 就更加變於你們隱藏 只不過呢,你們就忘記了 與此同時,你們也會將我們更多的注意力 引向你們自己的 他咬一咬嘴唇 並沒有說話 只是靜靜地看著我 我又繼續說 其實你們根本也不用弄得那麼複雜 假如落江去房間找你們的時候 你們表現得自然一點地留在房間裡 或者我們根本也不會想那麼多事情 雖然監控器上面的黑影好像不吉光 但是也不足以令我們斷定真的就是他 只不過呢,你們的或蛇添竹 真的幫了我的大忙 或者是因為你沒有經驗 試想一下 一個人被人綁得緊緊的兩個多小時 身上的勒痕早就已經瘀了 但是不吉光卻是沒有 那就說明他應該是被人綁著沒有機內 然後又聯繫到所謂失蹤的你 那迷底自然就很清晰了 我甚至還知道 一旦不吉光那套延遲被我們接受了 接下來他就會靜悄悄把你綁著 然後找機會讓我們發現 這樣就可以解釋得通你的失蹤了 不過這樣說 你們不記得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你們在整件事當中 擔當的只是普通島 不可以再普通的角色 那對付你們有什麼目的和意義呢 所以這就只能夠說明一個問題 就是賊喊觸賊啊 歡迎收聽 本作品由廣東唱讀出品 作者墨綠青苔 演播夜塵有聲 暖暖生肖墨 第五百四十集 我看著黃雨神就問 現在輪到你說了嗎 黃雨神就說了 我可以告訴你們 你們想知道的 只是希望你們不要太狼找吉光 他並不知情 他是無辜的 一邊的鄧坤說到說 你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啊 至於吳吉光 他究竟知不知情 是不是無辜的 我們調查完之後 會有說法的 鄧坤不愧是做刑警出身的 那些說話呢 一套套的 那我就說 放心啦 如果他真的無辜的話 我們不會難為他的 可不可以把我的袋給我 我點了下頭 鄧坤就把他的袋遞過來 他從袋裡掏出了一包煙 拿出一支 拿不出上口 我走過去 一下子把煙搶了下來 然後從自己的煙盒裡 遞了一支給他 吃我的 他望了我一眼 放心啦 我不會自殺的 小心點 沒有壞處的 其實我都是拿人錢財 替人消災 什麼意思呀 我爸爸得了絕症 需要一大筆的醫療費 你都知道 我一個小戶直徑 每個月可以有多少收入 就算計算吉綱的收藥 都根本負擔不了 昂貴的醫療費用 他絕了淡煙又繼續說 就在這個時候 有人找到我 他說只要我幫他們做一件事 他們就幫我負擔我父親的醫療費 這句對於我來說 是一個極大的誘惑 但我也清楚 他們要我做的事 一定不會這麼簡單 不過之前想後 我還是答應了 畢竟對於我來說 爸爸的命給什麼都要重要 他們首先等我 利用和吉綱的關係 混入了參觀團 只是我沒想到 你們這麼快就發現了我 並產生了懷疑 幸好的是 後來你們捉了那個女人 還等我和吉綱有了相聚的機會 說到這裏 他笑一笑就說 其實我要謝謝你們 我插插手 那些就不說了 說說你來基地的目的 其實我最初得到的指令 只是潛入基地 至於下一步的事 他們只是說 有一個代號叫魚鷹的人 會和我聯繫 又是那個魚鷹? 我就問 你和他聯繫了嗎? 他掌握頭 應該算是聯繫了 他給我的第一個任務 就是摸清弟弟的具體情況 特別是蘇南碧關押的房間 房間裡有多少人等等 那你還記不記得那個魚鷹 衣什麼樣子? 不知道 我沒有親眼看見過他 那他又如何下指令給你? 你完成之後又如何回報? 他是通過短訊和我夏特的命令 一旦我完成了偵察 也是用短訊和他回話 把你的手機給我看看 他從袋裡掏出一隻手機 我看了一些短訊 果然真的像他所說的那樣 那我就把手機交給他 發信息給他 就跟他說 說你們的偵察結果出來了 黃雨神掩咬頭 我就說 千萬不要跟我玩了什麼花樣 黃雨神當著我們的面 發了信息出去 但是過了很久 對方還是沒有回應 這時候 陸丘那邊的審訊已經結束了 正如黃雨神說的那樣 吳吉光對於這件事 其實並不是太過知情 他只知道 他幫黃雨神 查到蘇林關押的確切位置 就可以令到黃雨神 有一筆足夠為他爸爸醫病的錢 他對於黃雨神的感情 是真的很真摯的 可惜 他的做法卻是錯了 我打了個電話給劉威 對於吳吉光的問題 都還是交給他親自處理 我答應黃雨神不難為他 那我也算是做到了 劉威也想不到 這一整晚居然要來我們這邊走三趟 跟他一齊過來的 都還是那個很年輕的寧下 我決定把蘇林、黃雨神、吳吉光三個人 全部都交給劉威帶走 該問的事我們都已經問了 我更想知道 劉威會怎樣處置他們 黃雨神剛才發出的訊息 已經石沉大海 那我將這件事也跟劉威說了 叫劉威繼續抓著短訊這條線索 我還叫劉威把五賓的人也帶走 既然現在我們手上邊 已經沒有對手想要的東西 那暫時我們會很安全的 在劉威走了之後 鄧坤問我 主角 你把那些人全部都交給他 那我們的調查 就陷入僵局了 我另一另頭 就算我們把人扣住也沒什麼用 不如交出去吧 然後下來就看看劉威會怎樣做 影子就問 都不知道這個魚鷹究竟是誰 所有的線索都指向了他 但是去到他那裡又全部都斷了 不用急的 現在慢慢想起來 急的人不應該是我們的 你們想想想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 這個魚鷹根本都沒有辦法有什麼動作 雖然我們暫時也不知道他有什麼任務 不過只要他想要完成任務的話 那他就一定要動的 一動就會留下尾 對 現在把人全都扔給劉威 那我們才可以輕裝上陣 沒有什麼包袱 鄧坤也想起頭 是啊 況且我們之前都懷疑這個劉威有問題 把人交給他 看看他怎麼處置 我點了一下頭 一問 影子 劉威那邊現在什麼動靜 劉威已經回到他的辦公室 他好像正在向基地的首長匯報這件事 他在走正規程序 難道我們之前的懷疑是錯的嗎 這樣就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這個劉威 除了剛好撞正蘇林等待救兵的時間之外 其他都沒有太大的疑點 我想一想之後就說 你們說有沒有這樣可能 這個劉威遭適合時間 是因為有人慫恿他在那時候過來嗎 鄧坤聽我這麼說 亦都掌握頭 哦 也有這樣的可能 諸葛 你可以直接問他 看看他有什麼反應 鄧坤 陸優 你們跟我去一趟劉威的辦公室 你們跟我去一趟劉威的辦公室 然後我們就去了劉威辦公室 他看到我們來了 有點驚訝 咦 你們怎麼親自過來的 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劉柱 有件事我想單獨跟你聊一下 他看一看靈下就說 你們先回去吧 我和朱先生有些事要談 沒有我的允許 誰都不准進來 那我也事意鄧坤他們先回去 劉威就問 什麼事這麼急 今晚八點半的時候 你來我那裡要人 是你自己的意思 還是有人出主意給你的 劉柱 你不要多心 這個問題很重要 他看著我 想一想就說 是不是怪我們插手你們的事務 干涉了你們的權利 你還未解釋 我老實跟你說 蘇琳說了 在他們原定的計劃當中 如果一旦他被人抓住的話 那今晚八點半就會有人去救他 而且沒有任何的危險 叫他放心 而劉柱你呢 剛好就趕在這個時間 所以我們必須要問清楚 歡迎收聽 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 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五百四十一集 劉威聽完我的說話之後 臉色微微發白 你們的意思是 懷疑我就是那個要去救蘇林的人 我咬咬頭 我們的確這樣懷疑過 不過我想 樓柱不應該是個這麼糊塗的人 你好好地想想 是不是有人為你出的主意 也或者是 是慫恿你 在那個時候去我們那裡要人 劉威平靜了一下自己的情緒 想了一陣就說 是…是韓治國出的主意給我的 他說他不太相信你的辦事能力 而且這件事嚴重關係到基地的安全 我覺得他講得有道理 所以… 韓治國… 情報處的處長 我閉上眼 整個人躲在梳化的靠背上 劉威就說 你們不會懷疑韓治國有問題嗎 我張開眼就問 他是甚麼時候跟你說的 大約六點多鐘的時候 我們一起吃個晚飯 吃完飯之後 我就直接帶人過來 那你從我那裡走了之後 他有沒有打電話問你結果 我剛離開 他的電話就到了 他聽見你們不肯交人 也有點生氣 說要自己親自去要人 我說你答應第二天一大組 就把人交給我們 他才沒有說甚麼 不過他的確是很關心蘇琳 有沒有說甚麼的 這個也是我三番幾次問你這個問題的原因 不過以他一個情報處長的身份 這樣的關心也沒有甚麼出奇的 其實說了都不怕你們多心 不單是治國的 就連我也覺得上級都不知道在搞甚麼名堂 明明是我們基地自己的事 卻是把你們派了過來 我們完全有能力應付這一切 劉柱 其實我們也不想插手海軍基地的事 但是職責所在 沒辦法 不過說話又說回來 現在的鬥爭形勢非常複雜 敵有難分 我反而覺得我們的參與 對於你們來說是一件好事 劉威不太明白我的意思 我就說 今天我們聊的事 希望劉柱可以保守秘密 無論是誰都不可以說 他掩握頭 我就站起來說 好了 那我們就先告辭了 有甚麼問題及時溝通 從劉威那裡回到招待所 鄧坤說 看來劉威不像在說謊,韓志國一定是有問題的 但是我就另一另頭 現在我反而不敢確定了 等一下,如果你是韓志國和劉威 我是說如果你處在他們的位置上 突然間飆了一群像我們那樣的人 來插手海關基地的安全問題 你的心裡會有什麼想法呢? 我啊,我心裡肯定是不舒服了 是啊,所以就目前來看劉威也好,韓志國也好 他們做出的反應都是正常反應來的 或者他們的舉動只不過是一種巧合 這樣說,是蘇琳在說謊? 我沉默了,沒有說話 因為我的心裡突然間升起了一絲恐懼 如果蘇琳沒有說謊 那能夠讓他安全地從我們手裡脫困的人會是誰呢? 這個答案太明顯了 我並沒有把我心裡的想法說出來 我跟鄧坤說 蘇琳有沒有說謊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盡快找到這個魚鷹出來 我講一講一講,聽見鄧坤發出鼻寒聲 我也忍不住笑了出聲 看來今天這整天真的搞得大家都很累了 我靜悄悄地來到監控室 映琳在家裡躺在梳化上 而一姐就很認真地看著監控器 一姐看見我進來就笑著說 朱哥,為什麼還不休息呢? 睡不著,就想找你們兩個聊聊天 那我叫醒他吧 不用了,我醒了了 朱哥,是不是有什麼事? 影子一邊說,一邊從梳化上坐起來 我點了頭,但卻不知道應該怎麼開口 影子似乎感覺到什麼,就問 朱哥,怎麼了? 剛才我去了劉威那裡 劉威來找我們要人 看來只不過是個巧合 雖然他說是韓治國出主意給他 但我認真地想一下 韓治國也好,劉威也好 他們有這樣的舉動 都是出於本分 也可以說是他們的自我保護主意 在他們這樣的位置 突然標了一班我們這樣的人出來 插手本來應該屬於他們的工作 那有什麼想法都很正常的 影子暗暗頭,一姐就說 但如果他們的舉動是正常的 那蘇林口中的能夠安全救他脫險的人 又是誰呢? 一姐才對問完 面上就露出了驚訝的表情 我們內部的人? 我都不想這樣想 我沒有跟鄧桓說 是怕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夠 之所以來找你們 我是有件事要你們幫忙的 是否要在每間房間都裝上監控裝置呢? 攝像頭夠不夠? 原先準備的十個 現在還剩下三個 那每間房間都裝就不現實了 就在駱江、綠優、呂宋間房間裝 其他的房間還偷聽氣 那明天主哥 你找個藉口把人帶出去吧 明天八點半開始吧 八點半我準備行動了 什麼行動? 他把韓志國帶回來問說 蛤?他是基地情報處的處長 諸哥,你看是不是應該請示一下 我點了下頭 直接撥通了張海潮的手機 張海潮接通了電話就問 喂? 諸哥 現在半夜四點鐘 還不休息嗎? 我想這裡發生的事 你應該都知道了吧 嗯 我都知道了 我有件事想請示一下你的 諸哥 不要這樣說 有什麼事你就說吧 明天天一亮 我就可以把韓志國帶回來問話 基地那邊就麻煩你搞定了 做什麼? 韓志國有什麼問題? 還不清楚 不過帶他回來 我還有其他計劃 那就按你的意思去做吧 基地那邊由我來搞定 先說清楚 我不是什麼秘密行動 我必須要做事 我說諸哥 你到底想做什麼? 這一場你就不用管了 到時候你自然就明白了 那好吧 但是你也不要太過份 不要犯了眾怒 就連我也不知道 我的這個決定 居然拉開了整件事收官的序幕 是咳了電話之後 影子問我 張海潮答應了嗎? 是啊 他肯定會答應的 對於他來說 我們是馬前桌 是他的槍來的 我們的成功也是他的功勞 一遮就問 基地會同意他的要求嗎? 你不要忘記了 張海潮的身份本來就是御林軍 再加上海軍基地 是在新附近的管轄範圍之內 新老爺和張海潮他爸爸 還有陸府總長都已經達成了共識了 由他外面來協調 當然就不會有什麼事的 歡迎收聽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542集 早上八點半鐘 我們闖入了韓治國的辦公室 韓治國還很疑惑 影子就走過去說 韓治國 你涉嫌洩露國家軍事機密 請你跟我們回去協助調查 韓治國就很生氣地叫 你們這樣做什麼? 你們有什麼理由抓我? 我就淡淡言地說 韓署長 我們並不是來抓你 而是請你配合我們的調查工作 我們的動靜驚動了其他辦公室 包括連劉威都跑了過來 當見到我們要帶走韓治國的時候 劉威攔住了我 你們沒權利帶走他 劉署 請你讓開 不要妨礙我們做事 有什麼疑問的話 你可以請示你們的基地首長 劉威惡在這裡 看著韓治國 面上的表情很複雜 我知道 他一定是以為昨晚跟我說的那番說話 把韓治國害了 韓治國就並沒有反抗 聽了我們的說話之後 他反而平靜下來 就說 好 我跟你們走 陸憂射了他的配槍 而且還拿起了他常用的公文包 就是這樣 在眾目攜攜之下 我們把海軍基地情報署的處長帶走了 劉威想想想都跟上來 就說 你們不會對他怎樣 那就要看他合不合作 不過你放心 我們不會亂來的 在回到招待所之後 影子向我掩握頭 我知道交代給他的事已經完成了 接著 又把韓治國帶來我的房間 這裡是除了監控室之外 唯一一處沒有被人監控的房間 我跟大家說 大家都先出去吧 我要跟韓柱單獨聊一下 在大家都出去之後 我為韓治國倒了一杯茶 韓柱 不好意思 要找你回家 他沒有伸手來接 我就把茶放在他面前的茶几 他靜靜地看著我 就說 你在這裡利用我? 韓柱 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你們為我安的 是莫須有的罪名 而你們的目的 就是想用我來轉移某些人的注意力 韓柱果然很厲害 不過你是怎麼猜到的呢 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也沒有想到的 但是現在想清楚一點 你們如果真的要抓我 為什麼要選擇在一大組上班的時候 再說 其實你們就算隨便找個什麼藉口 打個電話把我叫過來 我也會自投羅網 哪會搞到這麼大的動情 所以冷靜下來之後 我想這樣無非就是你們在這裡做事 我遞了一支煙給他 他接他之後我就說 對不起 我們也是迫不得已才走到這一步 還希望韓柱可以諒解 對嗎 韓志國並沒有點著煙 而是放在鼻前邊聞了一下 就問 為什麼要選擇我 因為從表面上來看 你的確是最有嫌疑的 他聽我這麼說 皺了眉頭 你羞恿劉威來我這裡帶走蘇琳 那或者是你時運低 剛好蘇琳交代過 說那個時候 魚鷹也會想辦法把他安全帶走 這一點在劉威那裡已經證實了 難道你們就一點都不懷疑我 或者就是那個魚鷹嗎 我另一另一頭 韓柱這麼精明的人 又怎會犯了這樣的低級錯誤 你之所以慫恿劉威 無非就是怕我們這些外人 介入基地的安全事務 增了你們的功勞 算是一些本位主義的小心思 他聽我這麼說 臉很紅 是的 我覺得我們有能力保護基地的安全 不用你們來指手畫腳 說得對 我們也不想來 不過既然來了 我們怎麼都要做些什麼 他喝了一口茶之後又問 那你們想怎樣 又沒有怎樣的 只是請韓柱在這裡委屈兩天 當然我們不會對你做些什麼 這一點你大可放心 我有個請求 你說 讓我也參加你們的行動 恐怕暫時還不行 為什麼 在魚鷹還未亮相之前 你暫時只能夠扮演街下籌這個角色 說明白一點 你就是個舌 是我們用來釣魚鷹的舌 一旦魚鷹捉住了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的請求 可以 我和韓志國的溝通很暢順 他是個聰明人 很多問題一點就通 在聽完我的分析之後 他也覺得魚鷹應該是潛藏在我們內部 當然 他對我們這個團體並沒有什麼了解 亦給不出什麼實質性的建議 在談話結束之後 我將他帶到來監控室 我跟大家說 他由我、鄧坤、影子、一姐一起看管 其他的人將有更加重要的任務 不過其實我是在擔心他的安全 我走的這一步是一步險棋 因為我們的對手並不知我的心思 如果他們傳了要殺韓志國 整個畏罪自殺給他 想以此來結束我們對魚鷹的懷疑 這樣的話我就得不償失了 那麼海軍基地的壓力 就足夠把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 在吃完中午飯之後 我叫陸丘和唐婉兒去韓志國的辦公室搜查 而呂宋和李廠就去搜查他的家 至於樂綱的人也派了他們出去 他們就負責對韓志國走得比較近的人進行調查 現在在監控室裡 韓志國反而顯得很輕鬆 看來你這齣戲還是做全套的 不逼真一點找鬼信嗎 影子就說 朱哥,蛇香一個人回來了 蛤?我連忙走到監視器旁邊 看到果然是蛇香 我就趕快打電話給樂綱 喂,樂綱,蛇香為什麼一個人回來了 哦,他說他不太舒服 我就叫他先回去吧,怎麼了 哦,沒什麼,我隨便問一下 咬了電話之後 我死死地看著監視器 只見蛇香走得很慢 似乎是心事重重的樣子 他走到監控室門口 看下去是想要敲門的 但是對手在半空停了一會兒 又放下下來 然後就回到自己的房間 這個時候,影子有點尷尬地笑著說 他房間沒有攝像頭 是想要敲門的 我看著頭,影子就切換到蛇香間房的音頻 只不過,什麼都聽不到 不過這樣也很正常 他才不會無聊到自言自語 忽然間,一傘又說 他又出來了 果然,我們看到在監視器上 蛇香從他的房間走出來 最後還是停在監控室門口 接著,我們就聽見 咬咬幾聲敲門的聲音 我走到門邊打開門 蛇香看著我就說 朱哥,有些事我想跟你聊一下 我微笑著地點了一下頭 好啊,去你的房間 我關了門,和蛇香來到他的房間 在梳化上坐下來之後 我就並沒有急著開口 而是靜靜地看著他 他咬一咬嘴唇就說 朱哥,有件事我一直都沒有告訴你們 現在說也不遲 他掌高頭看著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告訴江哥 我點了一下頭 他長一長地鬆了一口氣 我知道這兩天 你們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找到那個魚鷹 對不對 是啊,你知道誰是魚鷹? 我就是魚鷹 說完,他跌下了頭 但是我真的沒有在為他們做事 他們傳來的指令,我一個都沒有執行 我面無表情地看著他 我知道他既然下定決心來找我 那他就會把所有的事都說出來 歡迎收聽,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五百四十三集 蛇香竟然就是魚鷹 雖然有些出人意料 但卻是情理之中的 他是洛江的人 臥底在放浪那邊 之後又被關心派回來洛江身邊 這樣一個雙鳥臥 是黑是白 恐怕有時候連他自己都已經迷失了 蛇香就說 你們應該知道我的身份 我是江哥的人 他等我到荒浪的手下去做禍底 說老實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江哥 他現在有點與無論次 我就問 你喜歡洛江? 他的臉紅了一紅 輕輕點點了下頭 是 我喜歡他 我願意為他做一切的事 當我發現我取得荒浪和關心的信任的時候 我的心裏 就有一種莫名的喜悅 最初是因為我覺得 自己能夠為江哥做事而開心 但你漸漸的 我迷上了這種 又刺激又心跳的感覺 我是說做一個禍底的感覺 講到這裏 他擔高頭問我 可不可以給我一支煙? 我遞了一支煙給他 幫他點著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 才繼續說 當關心等我回江哥的身邊做禍底的時候 我很高興 又能夠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了 也有點興奮 我的心裏不停冒出一個想法 我想看看自己 能不能成功這樣做一個雙鳥和底 將雙方都玩弄於鼓掌之間 想到這一點 我的心裏就異常的興奮 我發現我竟然 為了想唱這種緊張又刺激的遊戲 我看著他 看到他的臉因為興奮而變得潮紅 我可以理解他的心理 對於他來說 這樣的生活就像吸毒一樣 已經上癮了 而在他看來 這個也是對他自己能力和實力的極限挑戰 只不過他也因此而忘記了自己的本源 他的目的和他的使命 所以我回來之後 並沒有停止為方浪做事 特別是在江哥的眼皮底下 做這樣的事 我覺得有一種偷情的感覺 能夠令我得到極大的滿足 當然 我也不會忘記 從荒浪那裡得到的情報交給江哥 我發現 我就好像一個棋手 掌握著棋局的雙方 那你為什麼想把這些事告訴我 我知道自己的心理 已經有點病態 就好像吸毒 哼 收碗冬和江哥的相識 是我安排的 我了解江哥 我知道怎樣的人 才能夠和他成為朋友 你有沒有想過 你這樣做 很可能會拿你江哥的命 我想過 不過真的這樣的話 我一定會令他死得很難看 唉 說一下這次你進基地的任務 他想了一會兒之後就說 這次進入基地 我的代號就是余英 我的任務 是想辦法將他們的人接入基地 當然 基地有人會給我幫助 不過自從進入基地以來 我一直都沒有按照他們的要求去做 黃雨神和你是什麼關係 他只是一直站著 而且他的作用只是和我一起做機會 讓我把蘇林救走 但是你並沒有把握這次機會 是啊 我猶豫了 我害怕了 對於這一切的後果 我突然覺得 根本就不是我能夠準控的 蘇林說他進入基地之後 會由你為他安排任務 那他的任務是什麼 他的任務 是在大行動之前製造混亂 就用他帶進來的炸藥 炸了研究中心 所謂的大行動 具體是什麼 他零曬頭的說到 我不知道 這個要等下一步的指令 那在進入基地之後 他們向你發了幾條指令 兩條 一條就是救蘇林 另外一條 是跟蟲針取得聯繫 蟲針? 聽見他這樣說 我即時坐直了要板 誰是蟲針? 不知道 我錯過了接頭的時間 那你現在有什麼打算? 我想做回從前的自己 朱哥 這些你可不可以為我保密嗎? 蛇香 錯了就是錯了 敢於承認 敢於面對 才可以讓你走出陰影 戰勝心魔的 很多事情 就算我可以幫你隱瞞 但是你可以過到自己的一關嗎? 他眼裡有著淡淡的淚光 我就說 你也並未鑄成大錯 我想樂光不會怪你的 他點了下頭 我又說 不過現在我們需要你的幫助 希望你可以把這場戲繼續演下去 朱哥 你說吧 你想我怎麼做? 我為你製造機會 讓你可以把蘇琳救出來 然後想辦法跟那個蟲針取得聯繫 我明白了 你是整個大局裡最關鍵的一部棋 所以我不希望你再有什麼反復 出現什麼差錯 朱哥 放心 我不會的 這件事暫時都不要告訴任何人 包括樂光 之後我會跟他解釋 蛇香用感激的目光看著我 就說 謝謝 謝謝你 朱哥 之後我回到監控室 跟大家說 你們都聽到了 這件事 大家一定要保密 我特別看著韓治郭一眼 他很慎重地掌握頭 放心 對了 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話 儘管開聲 這兩天你就先在我這邊度假 到時候有很多需要你出來的地方 他聽我這樣說 都爽朗地笑了起來 我又打了個電話給劉威 叫他過來我這裡一躺 他剪了電話之後 沒多久就過來了 劉威看到韓治郭和我們在談笑風生 他就很詫異了 劉柱 坐吧 有些事想麻煩一下你 劉威坐下來 我便跟他說 不用這麼驚訝 我們本來也沒有準備 對韓柱做什麼 只是對外做樣子 不過你千萬不要走漏風聲 關於韓柱的事 其他人問你 你就一概都不知 劉威可以坐到今時今日這個位 自然也是聰明人 一點就通了 明白 明白 那坐下來之後 我就說 劉柱,我想借一個人 嗯? 誰啊? 蘇琳 那你為什麼不在電話裡說 我就順路帶過來 咦,哪有這麼簡單 我是想等餘鷹把他救出來 你找到餘鷹了? 我點了一下頭 當然,我是不會跟他說 餘鷹究竟是誰 而他也不問 說吧,要怎麼做 我配合你們 我要的就是你這句話 不過具體的辦法 要等遲一點才可以告訴你 嗯,我等你們的消息 來,來 歡迎收聽 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 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五百四十四集 其實現在 蛇香已經錯過了救蘇琳的最佳機會 雖然我和劉威溝通好 準備製造這樣的機會 但是我覺得 救蘇琳還是要等蛇香和松針接上頭之後再說 畢竟現在再靠他一個人的力量去把蘇琳救出來 又真的不太真實 只能等他和松針聯繫上之後 在松針的幫助之下去完成對蘇琳的救援 這一點也得到了蛇香本人的認可 而對於前兩次他沒有完成指令 我們也為他編排好了說辭 畢竟他的舉動 他們並沒有派人盯著 解釋一下的話 他們應該都可以接受 那理由呢 就是適合入基地 我們都太過小心謹慎了 他根本都找不到機會 我問蛇香 上次錯過了和松針的接頭 有沒有備用的接頭方式 他點了下頭就說 有 他們也考慮過 如果我因為什麼事耽誤了 錯過了聯繫 這樣在我方便的時候 可以提出接頭請求 在五號碼頭的攤石上 放一枝紅色的唇膏 我拿起地圖看了一下 五號碼頭就是距離招待所最近的那個碼頭 我按下頭就說 這樣吧 你放出緊急聯繫的暗號 和這個松針接上頭 然後呢 我會安排你們把蘇琳救出來的 希望你可以盡可能多地從松針那裡獲得一些情報 現在? 嗯 對了 你還沒說放了唇膏之後 你又要怎樣和她見面 見面的時間地點是固定的 一旦接頭暗號發出 晚上九點半 我們就會在五號碼頭攤石那裡碰面 我看一看時間 現在是下午四點幾鐘 我就說 嗯 那你快點去發暗號 早點和她碰頭 看看她們下一步有什麼打算 於是乎 蛇香就出去了 一嬉就問 要不要跟過去 我靈一靈頭 不用了 我相信她已經選好了 影子就說 嗯 雖然只是聽見你們說話 但是我相信 她對於樂綱的感情應該是真的 單憑這一點 她應該不會再玩什麼花樣 現在反而是韓志國有點擔心 看來那個松針應該是基地裡面的人 有這樣一個人隱藏在基地內部 我們竟然沒有察覺 失職 咦 這件事也不可以怪你們的 各個大家族盆根挫折般 安排幾個人進基地都沒有什麼大不了 況且在未出事之前 誰知道是誰好誰壞 額頭上面有沒有黑字 一邊的鄧坤沒有說話 而是在這裡閉目冥思 那我就笑著說 鄧坤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他們所謂的大行動 他們是用什麼辦法把這些人弄進來基地的 韓志國也說 是啊 基地的守衛是很心嚴的 他們真的有所行動的話 想要隱瞞著我們而潛入你 好像可能性就並不是很大 我另一另一頭 不大不代表沒有 我們不是都進來嗎 鄧坤拍了一下額頭說 是啊 我為什麼沒有想到 韓志國也明白了我的意思 你是說通過正常的渠道和途徑 是啊 你想想 以方家和諾家的實力 要做到這一點也沒什麼不行 而且說不定還會不著痕跡 連我們也沒辦法察覺 那豈不是防不勝防嗎 那也未必 我相信他們就算是已經潛了一些人進來 但是畢竟數量都不會是多數 如果他們要有什麼大動作的話 還會陸續派一些人手混進基地 我們只要花點工夫 盯緊一點一定可以發現 嗯 有道理 我現在就打電話叫劉威加強防衛 不單只是加強防衛 還要做到外鬆內緊 不要驚動了他們 嘿嘿 都還是你想得周到 說完 韓志國就撥通了劉威的電話 那麼快 蛇香就回來了 他的接頭暗號已經傳遞了出去 就等今晚的約會了 我將大家都召集到會議室 準備向他們布置下一步的任務 當然了 韓志國依然都是留在監控室的 由影子看著 就不是我對大家不信任 而是我需要他們配合演一齣戲 一旦他們知道了內幕的話 那整齣戲就不生動了 我現在坐在會議室就說 今天大家的調查有沒有什麼收獲 陸休就說 韓志國的辦公室裡面沒有什麼發現 呂宋就說 那些跟他走得很近的人都沒有什麼可疑 我個人認為韓志國對劉威的慫恿應該是出於私心 怕我們搶了他的飯碗而已 至於說剛好對倒蘇林港的那個時間 應該就是巧合而已 聽見呂宋這樣說 那看來呂宋是下了功夫的 那我就看一看李兄他們 李兄零了頭 我們這邊都沒有什麼收獲 駱剛同樣都零了頭 我們這邊也沒有發現 那我就說 辛苦大家了 接下來我準備對景衛營進行排查 大家都知道他們擔負了整個基地的警衛任務 特別是各個哨卡 一旦他們出了什麼問題 那很容易就讓我們的對手捐到空子混入基地 那下面呢 我就為大家進行一下分工 我、鄧坤、影子、一姐都還是負責內部事務 包括監控和對韓志國的看押 整鄉都留下做機動 陸休和苑兒就負責對整個基地的安全防務工作 進行系統的檢查 塞住那些安全流動 清理安全死角 不要留下隱患 而呂宋就帶著李兄和李廠 負責警衛營的全體人員的排查 不過要注意方式方法 發現問題及時匯報 駱剛、駱北、駱南 你們三個就負責對基地各個出入口的巡視 檢查出入口的登記 密切留意出入的人員 那在安排完畢後 就叫他們投入工作 韓志國在監控室裡笑著說 嘿嘿,看來你都深暗用兵之道 我一入手就說 跟你們比起來,我差得遠 你這樣安排 一來令對手覺得你很慎重 嚴鎮以待 但是同時呢,又令到他們覺得 你好像摸不清他們的底牌 一點張法都沒有 他們一定會被你麻痺了 鄧坤就說 現在就只是希望上那邊可以有進展 可以令我們完成布局 現在要布局的不單止是我們 他們也一樣 嗯,現在就好像是圍棋初盤的定勢 黑布局、白布局、各布局 不過最後呢,就要看哪個的布局更加精妙 更加具有全局性 蛤?看來韓柱也是個種高手 嘿,業如愛好,業如愛好而已 反正有時間,不如捉回一波 喂,好啊 我都很久沒那麼痛快地捉回幾盤的了 歡迎收聽,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545集 昨晚松針並沒有按照約定出現在摺頭地點 這一層呢,就令到我很擔心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我單獨將蛇香捱在一邊 又仔細地核實了整個過程 就並沒有發現哪裏有漏洞 那問題究竟是出在哪裏呢? 是松針的警惕性太高 還是說是我們的計劃洩漏了? 真正知道這個計劃的外人 只有韓志國和劉威 韓志國一直跟我們在一起 根本不可能把消息透露出去 那當然,除非他自己就是松針 那會是劉威嗎? 但是根據我的觀察 劉威並不是這樣的人 那問題究竟是出在哪裏呢? 現在就只有兩個可能 一就是劉威那邊走漏了風聲 一不是,就是這個松針太過謹慎 在未確定安全的情況下 不敢貿貿然和蛇香接頭 如果是前者的話 那蛇香已經暴露了 我們的計劃也已經完結了 而如果是後者呢? 我想這個松針在確定安全的情況下 一定會和蛇香接觸 只不過就是時間的關係 但是我要怎麼判斷呢? 我覺得有必要再和劉威進行一次溝通 於是我還是打電話把劉威約過來 因為我這邊是安全的 不用擔心有人偷聽我們說話 劉威來到之後 坐下來 做什麼? 是不是已經確定好行動的方案? 我另一另一頭 暫時還沒有出現了一些小狀況 哦?出了什麼問題? 我將怎樣找到魚鷹 又怎樣安排和松針的接頭 從頭到尾很詳細地和劉威說了一次 劉威聽完之後皺了眉頭 她自然也是想到什麼 那邊應該沒有洩密的 哦?上次從你這裡離開之後 我都沒有跟任何人說過你找我的事 我點了下頭 你下面的人知道嗎? 沒有啊 我不會把這些重要的事告訴他們 如果這樣的話 這就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這個松針太過狡猾 非常謹慎 不過既然這樣的話 我也會放心一點 他一定會主動和魚鷹接觸 當然啦 是在他覺得安全的情況之下 嗯 我還怕是我這邊出了什麼狀況 對了 有沒有什麼需要我做的? 嗯 這樣吧 你那邊加快對蘇林的審問吧 當然 更多的是在形式上 給蟲針一些壓力 我明白了 要做一下聲勢吧 一邊的韓治國就說 我總是覺得松針應該就在我們身邊的 他擔高頭看著我就說 我是說我們基地裡頭 劉威就說 你是說是我們身邊的人? 嗯 嗯 而且應該有點實權 聽見他們這樣說 我即時拍了一下額頭 唉 我知道了 可能是我們的行動 令到他不可以不小心謹慎一些 鄧坤就說 朱哥 你是說我們派出去調查的人 嚇到他嗎? 現在看來一定是這樣 不過這樣反而令到我身邊有底 劉柱 什麼事? 我想看看景衛營全部軍官的檔案 幹什麼? 你懷疑景衛營有問題? 我昨天為他們安排的一切調查 都是跟景衛營有關係的 鄧坤就說 對 看來一定是無意中驚動了他 要不需要把他們叫回來 停止調查? 欸 千萬不要 這樣反而會令他更加起疑心 讓他們繼續查吧 我想調查結束之後 他就會主動抱頭 劉威就說 那就這樣吧 我先回去 一會兒我叫人把資料送過來給你 沒有電子檔嗎? 有的 那一會兒我發給你 不過用完之後 你要刪掉他 嗯 一定的 劉威走了之後 我問韓智國 景衛營的人應該都很熟的吧? 他點了下頭 嗯 萬可以了 不過他們是老扭直管的 他比我熟得多 在二十分鐘之後 景衛營全體軍官的資料就傳來了 營長趙長俊 副營長杜絕 教導員華一虎 我問韓智國 這個趙長俊你熟不熟嗎? 嘿嘿 老扭啊 他是新副司令親點的 原本他自己是想來海軍陸戰隊的 不過新副司令說他更加適合在基地景衛營 原則性強 軍事素則過硬 我很仔細地看了一下趙長俊的簡歷 都是沒什麼不妥的 他是從士兵提干一路走上來的 而且竟然還是新老的敵系 看來應該沒什麼問題了 杜絕這個名字就有點稀罕了 這個杜絕原本不是海軍 而是陸軍來的 最早是在金陵軍區服役 前兩年才進入海軍基地 金陵軍區 我忽然間想起了方韜 我拿出手機打了個電話給陸役女 喂 陸小 幫我查個人 是不是杜絕啊 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我認識她 那你跟我說一下吧 你不記得關心的娘家是什麼了嗎 杜絕也是你的親戚嗎 陸役女沒有直接回答我 而是說 杜絕是杜健林的兒子 但是她檔案裡面沒有寫 我相信不寫也是有原因的 還有她是方韜特招的兵 現在你明白了 你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的 張海潮剛剛才把她的資料傳給我 你早知道我直接問張海潮吧 張海潮也不確定才把資料傳給我叫我核實嗎 那麼多謝了 陸少 說完呢 我是準備收線了嗎 陸役女就說 朱哥 還有什麼事啊 陸役女半天都沒有出聲 那我就說了 沒事我收線了 這邊很忙的 你注意安全 其他的事有我 聽見她這句說話 我心裡頭忍不住暖一暖 雖然之前我對陸役女多多少少都有些看法 但是聽見她的說話 我知道她不會輕易放棄我們 不過我也知道她的壓力有多大 真的嗎 在這個時候 蛇香推門進來了 她臉上有點興奮 我就問了 有新情況嗎 他們給我發了訊息 告訴我今晚老地方見 應該是重針 希望這次她不要再放飛機了 蛇香 你也要小心一點 今晚我還是不怕人跟著你了 一切見機行事 當然了 你自己的安全最重要 知道了 朱哥 去吧 休息一下 你約會的時間還有四五個小時 蛇香回去了之後 鄧坤就問 朱哥 你覺得這個重針會不會再倒絕呢 我另一另一頭 說不定 不過我敢肯定今晚扶藥的一定不是重針 影子和一傘就問 為什麼 因為她太過謹慎了 雖然她現在主動約見 但是不排除是試探性的動作 歡迎收聽 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 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詞曲 李宗盛 請問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請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